我们都知道孔子叫做至圣先师 但是在元朝有一个更高级别的称谓给孔子 叫做大臣至圣文宣王 在我身旁这块石碑就是元代的皇帝 加封给他的 元朝的元武宗皇帝封给孔子的这个加号碑 他的封号为大臣至圣文宣王 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封号 那么这个也是跟他们这个民族有关系 因为元朝他们是属于少数民族 他进入到这个中原要统治这个中原地区 所以他必须要接受中原的这个主流的文化 这样才能够不被排斥 所以他也是为了统治的需要 建了孔庙建了国子建 那么也加封了孔子为大臣至圣文宣王 那么他的加封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是元大德十一年就是1307年